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健康饮食讲究营养均衡 所以我们平时在炒菜的时候 总喜欢放点瘦肉 可是这肉炒出来又干又柴又腮牙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小窍门 可以让炒出来的瘦肉嫩如豆腐 就连没有牙齿的老人都能吃 而全程只需要掌握三个窍门就可以做到 一起看看具体的做法吧 从市场上买回来的瘦肉 制成筋膜不仅影响我们切肉 而且口感也非常不好 所以在切肉之前 一定要把它去除掉 第一个小窍门 就是逆着纹路把瘦肉切成薄片 所有的瘦肉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纹路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把瘦肉中的鸡肉纤维给切断 尽量切得越薄越好 这样的话 猪肉的纤维会更短 又会更松散 而且要切之前 我们可以将猪肉放到冰箱里面 先冷冻10分钟再来切 短时间的速冻 不仅可以让猪肉排酸 吃起来更加的健康 关键还不会影响它的风味 也更容易把肉切薄 把肉切好之后 我们先装入大碗中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生姜 举根小葱 我们先把生姜切片 很多朋友都只知道 中间有很好的曲心增香的作用 却还不知道 原来姜汁才是一款真正的纯天然的嫩肉剂 切好之后我们把葱姜放入小碗中 再加入一小把的花椒粒 再加入小半勺食盐 盐分可以打开猪肉内部的细胞 让水分进去 加入温水 先浸泡五分钟 然后下手抓揉 把葱姜的营养充分的吸食出来 猪肉想要嫩 里面的水分不可少 现在我们用漏勺把葱姜水过滤一下 分次加入到肉片中 边抓揉边搅拌 等到肉把水分吸进去了之后 第二次加水 少量多次的加入 抓肉的时候稍微带上一点手劲 这样的话可以让肉吸收的更多的水分 随着猪肉不断的吸收水分 猪肉的颜色也会变得越来越浅 从最开始的鲜红色已经变得越来越粉嫩 等水已经全部的吸收后 我们再一次加水 与肉平齐即可 不用太多 很多朋友在腌肉的这一步 会加很多的调料 什么香油啊 酱油啊 胡椒粉啊 花椒粉之类的 其实这肉只要是新鲜的 原汁原味才最好吃 加水大约要加4-5次 直到我们用力的搅打猪肉 再也没有办法吸进水分就可以了 这会儿我们再来看看肉片 是不是既软嫩又水润 现在肉中的水分吸收掉80%左右了 我们加入一些淀粉 玉米淀粉 小麦淀粉 土豆淀粉都是可以的 接着重复之前的步骤继续抓揉 加入淀粉的目的是可以锁住这个肉里面的水分 增加滑嫩的口感 等到淀粉和水完全的被猪肉吸收就可以了 现在先放在一旁腌制10分钟左右 接下来锅中烧水 水开我们把肉片一片一片的放入锅中 这一步叫做穿水 很多朋友做穿水这一步 会一股脑的把肉片全部倒进去 整锅水都会变得黏糊糊的 淀粉也全部融到水里了 而正确的穿水方法是要一片一片的下 因为这个淀粉的糊化温度是在95度以下 如果您一股脑的将肉全部倒入水中 那么水温马上就会降到6-70度 这个时候淀粉就会全部糊化 跑到水里面去了 将所有的肉片下入碗壁之后 用筷子搅动搅动防止粘锅 煮个一分钟左右即可捞出 我们的肉片切得很薄 而且都是沸水进去 一分钟左右足够了 现在肉片粉粉嫩嫩的 将肉全部捞出 装入盘中 我们可以看到猪肉变得软嫩有弹性 众所周知 豆腐非常的嫩 放在案板上用到一年就碎 今天就让您来看看我们这个肉片的软嫩程度 取一片肉片放在案板上 用刀面轻轻的按压一下 可以看到很轻易的就可以将肉碾碎 非常的香软滑嫩 真的跟豆腐一样嫩 用了这个方法 不管是炒菜 烧汤 做水煮肉片 滑溜肉片都可以的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些肉片 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做法 肉片先放在一边 我们先来切些配菜 这里我准备了一个西红柿 对半切开我们切成粗丝 然后切成西红柿丁 切好先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青椒 去掉根地 对半切开 然后去除辣椒籽 我们把辣椒切成滚刀小块 考虑到孩子不能吃辣的朋友 可以把辣椒换成小葱段 或者是芹菜等等的 用来搭配颜色 最后我们准备几碗大蒜 一段大葱 切成薄片 大葱切成马耳状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烧油 油热我们把蒜片 大葱片加进来 中小火慢慢煸炒 防止把大葱片炒糊了 翻炒出葱蒜片的香味 接下来我们把西红柿放进来 继续翻炒 炒出西红柿汁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情境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出之后我们把青椒放进来 继续翻炒 把青椒炒至断生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调味了 往里边加入一小生抽调味 一小白糖提味 再加入一点蚝油提鲜 最后加入食盐增加底味 翻炒开 把调味料全部炒至融化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汆烫好的肉片放进来了 快速的把肉片翻炒开 大概炒一分钟左右 使肉片完全的入味 等肉片全部上色了 这时就差不多了 炒的时间不要太长 可以出锅了 实在是太香了 装盘端上桌 即可享用美食 这样好吃的青椒肉片就做好了 滑嫩的肉片裹满了料汁 入口即化 吃着绝对是一种享受 您学会了吗 最后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今天做这道瘦肉的三个小窍门 第一个窍门 逆着猪肉的纹路切 让肉松散 第二个窍门 用葱姜花椒水去腥 同时让猪肉吸煮水分 第三个窍门 沸水汆烫肉片 一片片的下肉片 让肉质滑嫩细腻 大家都记住了吗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记得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